然後我爸就把我抓起來 然後因為他太生氣了 還來不及找任何東西 他直接抓我身上最有肉的地方 就是我的 所以他咬我的 什麼 這很合理嗎 等一下 妳那時候多大 康迪莉莉 來了 這麼漂亮可愛的一個舞台 妳到底經歷些什麼 妳要說他有多苦 說了我都不相信 因為會捨不得嘛 怎麼可能 一定是還好的嘛 他一定是還好的 可能是因為我家 我是長女 所以就是家人對 就是長子會比較有要求 並且因為我們家是 有點 還重男輕女 然後我跟我弟差五歲 所以他比較小 所以大部分媽媽會期待我要 就是可能要照顧弟弟 什麼倒霉事通通輪到那 責任的 然後一定是找我先殺雞儆 但是他們也把妳養得很好 讓妳學福祿多 讓我福祿多 對 但是因為我其實從小 就是大家都說 我是長弟很有天分 甚至可能國外大師來台灣 他們就會說 妳要出國生造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家是 公務員是家 為什麼這樣很難過 就是我媽媽就跟我說 妳只能當 就是妳的未來志向是學校老師 那出國其實不在妳這個 教育範圍內 妳不應該有這個遐想 是是 對 然後所以大家就說 為什麼妳都沒有出國呢 其實並不是說我不想 而是可能我們家就是 不允許 對 所以我當時呢 我記得當時最誇張的事就是 下跪花式 有一個樂團我們要出國巡迴 然後參加音樂營什麼的 然後當時為了要爭取這個資格 我就說那媽媽我花 我自己就是存款的 五萬塊買那個歐洲機票 幾歲的 那時候是大學 大學 就是等於說大家都想要出國 因為未來 還花自己的錢 這個女兒那麼乖 妳怎麼 這個太乖了嗎 這個 我想要參加那個 就是出國的機會 然後我媽就說 其實我媽很擔心 她說擔心我如果我去了 會想要真的去考研究所 突然間心就野了想要往外 然後她會不放心 所以她說如果妳要去 妳就下跪發誓 妳絕對不會在未來想出國念書 對 因為這件事情跟我的當老師 這個志向是衝突的 妳現在會有遺憾嗎 我同學都說 其實妳媽的選擇是正確的 因為現在其實我的工作 其實跟出國沒有關係 比方說我演奏的項目 或者是我的職業 都是演奏 我現在碩士班在台灣念完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會想要 出國再參加大師班 所以我其實還是有去短期的 對 雷震設定 去看看也好 對 不要有遺憾 對 去闖一下 這個 是到下跪方式 有一點嚴重 怎麼可能呢 孩子願意讀書 我們賣血賣金都讓她讀 因為大家家歸都會拿藤條 然後因為我們家沒有什麼 都是徒手 對 我們家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其實我們家是 除了不太能看電視之外 我們是可能要練樂器 我是練樂器長大的 大部分人就是讀書練樂器 讀書練樂器 然後有一天 你還去啊 對不起 又不去 越練樂器 我要抓她 然後我見的時候我爸就是 他就來書房要查說 到底你有沒有在讀書 或者是你在練樂器 練樂器的話 你是葫蘆斗有沒有在練 他就聽得到 練樂器嘛 然後其實我跟 那妳在拿葫蘆斗在做什麼 不該做了 然後我就是 反正我就跟我弟在 就是偷玩遊戲 我爸上樓的時候 我就關燈 然後我們就躲在那個書桌底下 然後他打開燈之後 我們就直接被打扛了 我們就看了我爸爸 然後我爸就把我抓起來 然後因為他太生氣了 還來不及找任何東西 他直接抓我身上最有肉的地方 就是我的屁股 所以他咬我的屁股 蛤 什麼 對 這樣有合理嗎 等一下 妳那時候多大 就是小學 就抓得起來這樣子 因為他之前有一次經驗 是他打在我的臉 然後隔天要拍畢業造型 幼稚園 所以後來想說 那就找那個不會被發現 出手打在臉 就是可能是衣架甩到還是什麼 對 那種 沒有說特別 對… 屁股算是不會看到 可是很痛 因為你坐下來 他就是黑針這樣子 咬到黑針喔 對 咬到黑針 他就是咬下去啊 父親姓柯 曹 為什麼會很接近 曹 我以為是 為什麼 我想說為什麼會 為什麼咬屁股咧 科莫多龍 什麼啦 什麼啦 咬下去啦 為什麼 受不了 我受不了 所以不能完全不能接受 平常上學可能就是正常上學 但是寒假暑假 我們都要很早起 比方說五六點要去游泳 然後七八點要跟爸爸去上班 然後爸爸的辦公室樓上是圖書館 我們要去那邊賭書這樣去 然後我記得我爸就是 叫我起床的方式非常的特別 就是他可能會拿那個灑水器 就是花的灑水器 花叉 就是那個灑 噴你們 對 噴臉 然後我曾經有一次就是 他噴我的臉 然後就拿那個棉被蓋起來 把我自己蓋起來嘛 然後我爸就去找 針 怎麼可能 太誇張了啦 什麼古代酷型啊 這什麼古代酷型 因為剩下的腳就露出在棉被外 然後他就拿那個針要搓我 然後就說 你在會搶你真的是很失敗 你就是沒有競爭力 他一邊這個 雜油一邊唱 沾沾沾沾 離世的江湖 我心說 下一條 因為那咬屁股的 我們太shock了 太shock了 因為我學的音樂 其實家人是聽不懂的 他們有點像是感覺 你好像最近有進步或什麼 沒有先天的輔助 他後天努力了 對 我是自己想學的 所以你在吹什麼 他對不對 他們也不 對 然後 然後有一次我們去比 就是我那時候已經拿到了 全部線 就是線裡面的 冠軍 長堤第一名了 然後我要代表我們這個線 去比全台灣的第一 就是那個長堤比賽 翅膀硬了就對了 沒有沒有 我們就是 以前叫做縣賽跟省賽 然後我們要比省賽的時候 已經壓力很大 因為小朋友上台你知道 只要 我那時候是緊張到 如果你跟我說 立文你不要緊張 我聽到緊張兩個字 我就覺得我緊張 好緊張 然後那時候上台之前 我們在準備 我們在準備那個看 我在上台前要暖身 暖身 然後看譜這樣 然後我爸看到我在看譜 他就說 等一下 你還沒背好 這樣 所以他就話羞了你知道嗎 就是 他說我沒有背好 他根本看不懂 對 他看不懂 你還沒背好 對 然後他就更緊張了 然後我就直接罵三字經 因為我真的很緊張 就是這是全國的 因為他 就是也不至於突然罵三字經 你也很跳痛 太高壓了 你也很跳痛 你是已經真的是集中到不行 然後他這樣跟你說 你沒有背好譜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我真的忘譜了怎麼辦 我那天就真的因為這樣子 我自己也耿耿於懷 然後我就也沒有 真的表現到特別好 然後隔天那天好像是 就是女校校車來的時候 我還哭著跟我爸道歉 因為我真的很對不起他 講了這句話 但是當下我真的心情是 太緊張了 對 好難想像 對 我跟你說很緊張的人 好嗎 我的反差 我的反差萌 對啦 沒辦法 那個是直接的 那個是等於是一種反射動作 還有最後一個 藏底莉莉姐姐 還有一條 然後從小時候就是一個 壓力大 有 莉莉怎麼會壓力 有多大 他真的很瘋耶 他真的很跳動 快樂一點 好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就是雖然說大家都覺得 就是我還滿認真 我這樣好好講 這個會對我有影響嗎 怎樣 為什麼 我現在跟那個壓的東西 為什麼會有影響嗎 就是 不關你的事 對 對 對 就是我其實從小時候就開始很 就是壓力很大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是因為 就是不管是我們在音樂班的競爭 或者是在就是家人給我的壓力 就是我爸會一直說 比方說你浪費時間 就是沒有出席 或者是你就是很失敗這樣子 所以就是家裡就是一直覺得我 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這個push對我來講也許是好的 因為可能我 可以保證我在工作上很好的表現 或者是 我是一個就是算是能站得上台 就是舞台上的人這樣 必須要很要求自己 但是其實我從國中開始 我們家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會摸牙 然後還帶我去做那個 磨牙專用的牙套 方式磨牙 對 然後還有 你們有知道就是吃那個豬尾巴嗎 在廚房門口 在後門吃豬尾巴 就可以讓你不會磨牙 要含著睡覺嗎 沒有沒有 就是咬 而且它是不能吃下去 要咬咬咬這樣 要吞嗎 還是要吐掉 不能咬